带你来关心天气 今天清晨北部的还是有明显的凉意 最低温是出现在基隆安乐区12.1度 除了这个礼拜三东北季风会略微增强之外 这个礼拜都会是暖如下的好天气 而在菲律宾东方海面上有热带性低气压 有机会发展成为今年第一号台风珊瑚 但是目前来看对台湾影响不大 充满一整碗的米粉汤 吸附大骨猪肉熬制的精华 汤头想要清爽或浓郁都可以克制 吃完米粉要加多少汤都没问题 东门市场道地古早味米粉汤 搭配十几种黑白切 开店将近五十年已经传承第三代 简单美味吸引饕客络绎不绝 就是蛮新鲜的 天气凉凉来上一晚开启一天满满活力 特别像是台北一早云亮偏多 最低温基隆安乐区十二点一度 白天东北季风减弱 各地气温都逐渐上升 除了周三要注意水气稍微增加 气象局说这礼拜都跟夏天一样 是温暖的好天气 北台湾高温上看三十度 南部高温三十五度 周末又有东北季风报道 至于菲律宾东方海面热带性低气压 目前观测到四月底都没有明显降雨讯号 中南部想解渴得指望五月下旬 梅雨季有机会带来较长较大雨势 记者王家情况是分SNG小组台北报道